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場議程 接下來的主題是由李佳穎所帶來的 如何使用Blender簡單建造金屬原子2D材料模型 那我們歡迎他的 好,那我今天要講的是如何使用Blender去簡單建造金屬原子和2D材料模型 那首先先聲明一點就是我的一些例子是來自於我們組的成員 就是我們是來自於唐俗仲教授實驗室的 那教授是在研究有研究二維材料而包括低溫效應和有機分子 那首先今天我要講的是先簡單介紹一下Blender和Python之類的關係 再來就是我們去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是怎麼看到 怎麼去看到原子結構和它的原理到底是怎麼樣 再來我們去舉一個例子關於CrystalSystem的二維材料 再來我們去簡單去展示一下Blender的物理引擎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再來我會去最後我會去做一下總結去說一下未來我會去繼續做怎麼樣的東西 那首先我去首先我為什麼會使用Blender 就是因為Blender我需要一個工具去來描述二維材料的結構跟它的它之間的商務作用 那Blender都可以做到這一點那Blender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Open Source 重點是它是免費 所以說它有很大的使用群體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教學影片 那再來Blender有一個很友好的介面去建構模型 也就是說你可以隨時去看你到底模型現在做得怎麼樣了 再來就是Blender的使用者介面是去Python的 那Blender使用者介面記錄Python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Blender是可以Python的 那Blender裡面的Python都已經有浪漫在 可是你也可以加起來package into 例如sipy 那我們是怎麼樣看到我們的原子結構呢 我們通過lead來看就是低能量電子要設 首先從電子箱打出電子 然後打到samples裡面 sample在要設發出要設波 然後打到我們的螢幕上 通過觀測螢幕上的要設點 我們就可以得知反推我們的原子結構到底怎麼樣 那首先我會說一下它這要設點跟原子結構的關係 那首先 首先如果我們的電子打到我們的sample裡面 然後產生要設 並且這個要設波 它們之間的上位差超兩倍或者是它整數倍的話 那它這個就會是堅持性干涉 那我們就可以從我們的螢幕上看到這個堅持性干涉的點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目視波公式 那這兩個公式加起來是怎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通過可以控制電子的能量 我們就可以去控制我們看到電子 我們可以控制看到我們的原子的範圍的大小 然後再來我要去提醒一點的是我們 在我們看lead的時候我們看的是導空間 而不是10空間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導空間還有10空間的關鍵式 通過這三條公式我們就可以從要 我們就可以得到從要設點反對我們的原子結構 到底長怎麼樣 那在這邊我想說的是 你也可以去非常簡單去構建任何的crystal system和二维材料 而關鍵就是使用particle system 那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我們先建構一個方框出來 然後通過這套pandicle system 然後通過調整它的來源來自watches那邊 然後去跑一個你想要的東西 那比如你想要建構crystal system的話 那你就會得到以下這幾種 不小於這幾種crystal system 這都可以非常簡單建構出來 通過改變方框跟watches的位置 你就可以調整你想要的得到的模型 而順帶說一句就是 通過轉上 通過轉選擇我們的3D crystal的面上 我們就可以去得到 那這個crystal system就會變成2D 那這邊我想說的是 2D圖並不是不好 它也有它的優點在 那它優點就是非常簡潔 你可以從圖中一眼就可以清楚看到它們的結構長怎麼樣 可是它也有它的缺點在 也就是你不能轉上去看其他面上到底長怎麼樣 而bender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這三個就是我構建出來的原子模型 那其中第一個就是 兩個2D2疊在一起 它們的 它們的 角度是一樣的 可是 它們有著不同的經格常數 那第二個就是 兩個buckleharlicon AV stacking在一起 那 其中 淺紅色在上面 深紅色在上面 淺藍色在上面 深藍色在上面 而紅色又在藍色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構 而深 而深紅 然後淺紅色是疊在深藍色下面的 而這個 這個都是 博111 就 buckleharlicon長在博111的結構 那 這邊我想要說的是 bender是連lead都可以抹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 這 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 在 在低能量下 它少明的範圍是怎樣 而高能量下 它少明的範圍 就是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通過 調整能量 如果這邊有其他的點的話 我們可以調整能量 去和 如果我們以致 這個 letic constant 通過對比 對比 其他點 跟以致的 letic constant的點 我們就可以得到 很輕易的得到 一個位置的點的 letic constant 到底是 多少 而 你也可以做其他模擬 比如說 如果你想模擬出 你的 lending problem的話 就只需要通過 調整一下 你的點的 點光源大小 就可以 調整出 一個 有問題的 解构出來 那我這邊想 想一下 我 我的程式碼的構造 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我上面是 放一堆參數在 這個口條參數在裡面 下面就是 下面就是 一個 跑出一個結構的程式碼 通過去改變參數 我就可以 去很 通過 只需要改變上面的參數 就可以去很快速 就可以得到 我想要的 原子結構 到 原子結構 它的優點就是 很快速方便 只需要改參數就好 這個 這樣寫 是這樣 有這個優點 可是它也有 它的缺點在 就是 你第一次寫的話 你花的時間 會非常多 然後 這個也是 通過我的程式碼 構建出來的 Buckel-Tramanier 那 那 那 怎麼樣 寫會比較好呢 這邊我會 建議一個方法 就是 首先 這讓我剛剛說的 Bender 使用的界面 是基於Python的 也就是說 你在Bender 每做任何動作 也都是一條 Python的程式碼 比如說 你選擇一個籌體 構建一個籌體 去 改變籌體位置 放大 縮小 準角度 它都是 它都是一個程式碼 而Bender 會有一個視窗去 讓你看到你 剛執行動作的程式碼 到底是怎麼樣 也就是說 理論上 是可以說 你先手動建一個模型出來 然後去複製 你的程式碼 然後 到 到 Python裡面 你就可以得 你就可以去 你就可以去 很簡單的去先寫 寫到一個程式出來 可是 這是 這 也不 不一定 這 你在轉彎的期間 會遇到一些問題在 比如說 你怎麼選取 那個點 你的particle system 到底 要怎麼換出來 嗯 可是 使用這種方法寫的話 我覺得是會比較簡單的 那再來 這是我想說一下 Bender是有一個 用來做動畫的物理引擎 可是如果你要用來做物理計算的話 我覺得 它並不夠好 但是我在這邊會展示一下 它的效果到底是怎麼樣 那 它 我展示它碰撞 模擬 風的模擬 液體的模擬 跟電長力的模擬 還有對比一下 Python 用Python基本方程寫出來的電長力 和編證時寫出來電長力 到底 它的效果 差異到底怎麼樣 那 首先看一下碰撞模擬 好 那 那 再看一下 風的模擬 再看一下液體的模擬 使用Bender的基本方程寫出來的電長力的模擬 再來看一下 使用Bender的基本方程寫出來的電長力的模擬 可以看到效果是差不多 可是當你要去真正摸一個問題的話 就會發生一些小問題在 比如Fishup Problem 那中間的是負電荷 而其餘兩側是正電荷 它們是處於力平衡的關係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最後 這個電荷跑掉 也就是說 它們在最後 它力士去平衡 嗯 也就是說 你使用 Bender的物理引擎 如果你要用Bender的物理引擎 來計算的話 可能不太好 來計算真正問題的話 會不太好 那未來 那未來 我 我會想要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已經有了 它們這原子 實空間跟導空間的 它們之間的關係 在未來 我想要 先通過構建一個 原子結構 而 輸入電子的能量 電子能量的參數 而 就會自動跑出 它相對一個力的圖 好 那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大家 感謝 李佳穎給我們 帶來很好的演講 那我們這邊 來進入QA時間 這邊有一個問題 想要問佳穎 有沒有遇到什麼需求 是 Bender沒辦法做到 或者是做出來 不夠完美 現在 如果你說建某部分的話 其實 現在 對於我來說 是基本上都做到 可是 我剛剛 的影片有講到說 如果你是做 你想用Bender做物語 模擬的話 其實是 有點不太行 它引擎 引擎 就是如果你說是對 單個例子 因為我是用Particle System 如果是Particle System裡面的例子的話 它力的模擬 可能是沒有辦法做到 很好 對於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是想用 想做物語模擬的話 我建議是用Vpython來做比較好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是 想請問當初是如何開始學習 將兩者結合應用的 呃 是因為我想說 因為 應該其實我是 我是知道Vpython 因為我上課有學到 可是 我Vpython裡面就發現說 就是 它有很多限制 可是 那 之後我有 就是我 我同組有一個 成員 就是告訴我說 Bender 的3D模擬效果更好 然後我去試一下 就發現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要用Bender 這樣做 好 好 那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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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